玉丽真宫所和台湾原住民回篮协会及刘玉丰神父天涯若比林文化艺术基金会 办理了2024玉水郡艺术回篮艺术基 玉丽真宫所和台湾原住民回篮协会 以及刘玉丰神父天涯若比林文化艺术基金会 办理的2024玉水郡回篮艺术基 提供了多元DIY体验活动 在地特色农产展售以及生态走渡游城 在风光明媚好天气之下 让参加的民众是享受到了湿地自然景观 以及玉水郡的魅力 各自首座的DIY有直栽的书压香草锤 直栽悄然的拼贴 台球制作等等的DIY首座 以及玉丽数位机会中心提供的新光瓶DIY 这是玉丽真宫所与台湾原住民回篮协会 以及刘玉丰神父的天涯若比林文化艺术基金会 办理的2024玉水郡回篮艺术季 玉丽真宫所就把这边的一个环境 整治成一个藏域 一个那个浸水的跟滋红的地方 那这个腹地来讲 又刚好符合我们在立地的一个美化上 是一个很好让郑民来那个叫做散步的地方 现场还有其他的沐浴DIY 阿美族倒马级DIY 回家种田 疗玉米的DIY等等的多种体验 休闲的下午时光 吸引许多的家长们带着孩子同乐 共同享受欢乐时刻 放电板 然后拿花或者是叶子 拿石头敲 镇长龚文俊表示 玉水郡在很多的玉里 在地民众的投入维护 以及营造湿地生态西地 让生态更加的多样 让大家享受湿地自然美景 以及玉水郡的魅力 这个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玉水郡文俊